最近,大家都很好奇王俊凯在干什么,没有参加活动,发布会什么的,虽然中餐厅二播出了,但是那也是六月份录制的了,而这七月份则几乎没有王俊凯的消息了,小凯在忙什么呢?有粉丝想。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,王俊凯不仅有艺人身份,还有学生的身份,七月八月正好是学生放暑假的时间,可能王俊凯现在正在休整放松,可能这种想法对于一般的艺人来说还可能,然而对于王俊凯这样的艺人来说,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王俊凯是谁?郭敏第一组和TX的队长,名副其实的顶级流量,怎么可能有时间休息呢? 这不,粉丝的猜想还没停歇,王俊凯的最新行程就被人拍到了,原来王俊凯是飞往台北去客串周杰伦的赛车电影《赤炸风云》去了,本来王俊凯就很喜欢周杰伦的电影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。 这一次王俊凯客串周杰伦另一部电影,看来也是圆了他自己的一个追星梦,大家都知道周杰伦创立了一个潮台MTS去年12月的时候,王俊凯微博放出了和周杰伦的合夜,两人穿着一样的衣服,就是杰伦创立的潮台,一部宣传了杰伦的潮台。 这一次王俊凯秘密前往台北,自然也去了周杰伦的丑海底,Fantasy官方微博晒出了多张王俊凯逛电的图片,小凯侧脸的线条非常迷人,在挑选衣服,鞋子,看来是在杰伦哥哥的店里扫货吧,而有粉丝专门去Fantasy询问店员。 原来小凯在杰伦的店里拿了好多的衣服,很多还是单件的,只剩下三件同款了,而这位粉丝买了十件衣服,还向大家分享了一件事,原来王俊凯去Fantasy的时候,Fantasy下午都关了店,让小凯随便逛,这个待遇也太好了吧。 知道这件事的粉丝纷纷表示,王俊凯却是在实力演绎爱豆的周边,必须要买买买啊,完完全全的追星赢家好吗?还有粉丝说,所以还是要变得优秀啊,优秀的人追星都厉害些,而MTS也在INS分享了王俊凯逛电的图片,周杰伦还翻牌点赞了,不知道王俊凯知道了会怎样开心啊,都知道王俊凯的带货能力,那是一级吧。 作为追星模范的王俊凯,肯定要穿爱豆同款的。